在马斗福音25章31到46节 耶稣讲了一个比喻 他说当人子回来的时候 要审判所有的人 他好像一个牧羊人 要分开绵羊跟山羊一样 把绵羊放在右边,山羊放在左边 然后对右边的人说 你们来上天堂吧 那他们不知道为什么 他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的 我渴了你们给我喝的 我没有衣服穿,你们给我衣服穿 我坐牢你们来看我 我生病你们来照顾我等等 这些人他们问 什么时候我们看到你 有照顾你 耶稣说你们每一次做这些 给最小的弟兄姐妹们 就是给我做的 对左手边的人说 你们离开吧 因为你们是可恶的 因为我饿了 你们没有给我吃的等等 那他们说什么时候 我们没有做这些啊 耶稣一样的说 你们每一次没有做这些 给最小的弟兄姐妹们 就是没有给我做的 所以你们看这个 这个末日审判 米凯朗基罗的版本非常有名的 有耶稣在中间 围绕着耶稣都是他的门徒们 当然耶稣旁边有他的妈妈玛利亚 然后有很多的门徒们 那在下面的左手边 我们的左手边 耶稣的右边 我们看到肉圣的复活 有人开始复活起来 然后上去上天堂 有一些人帮助他们上去的 然后在中间是天使们 吹喇叭叫醒所有的人 然后在我们的右边 就是耶稣的左边 我们看到一些准备下地狱的 还有地狱的这些灵魂 那在上面的我们看到是 指甲跟瓷罐还有柱子 都是耶稣被打受难 还有死的工具 所以给我们救恩的方法 就是透过这些苦难 在这幅画当中 我们就看到这个比喻 右边的跟左边的 然后这个比喻 告诉我们 末日审判的内容 不是有没有信 因为耶稣说 爱才是审判的标准 所以如果一个人生活上有爱 而且是个具体的爱 不是个感受 是很具体的想要帮助别人的话 那耶稣可以拯救他 如果一个人生活上有拒绝爱 有恨 有只有自私 只有管自己的 那耶稣也没办法拯救他 所以上天堂不只是基督徒 基督徒是早一点知道这个道理 那非基督徒呢 如果他们是凭自己的良心 直到要逃避做坏事 然后尽量爱别人 他们也可以被耶稣所拯救的 因为救恩只是来自耶稣 没有别的救恩的办法 可是标准就是耶稣 就是爱 因为耶稣说 你们做了这些 就是给我做的 然后 Teresa Mumu 也是学习这个精神 她说 耶稣讲的这句话 非常 给她 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所以 她说 这五个字 You did it to me 就是你是给我做的 完全改变 她的想法 所以她觉得 所有的人 尤其是最可怜的 被大家遗弃的 都是耶稣本身 提供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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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